继续美丽中国暑期热消费系列报道 昨天我们沿着深中通道进行了游览 今天我们走进风景壮阔的新疆 从六月以来新疆就进入了旅游旺季 到了暑假热度更是持续攀升 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 一起到新疆阿勒泰去看看 今年有什么新玩法新亮点 我们刚刚降落在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 如何玩转阿勒泰 我来带您体验不一样的阿勒泰新玩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乘坐的 今年六月底刚刚开通的低空新航线 那这架飞机总共是有八个座位 在旺季的这个售价是150元每人 那么乘坐这架飞机到喀马斯的话 可以将两个半小时的路程 缩短到半个小时以内 轰鸣声响起 飞机缓缓升空 从高空俯瞰 阿勒泰的壮丽景色逐渐展现在眼前 草原如荫 戈壁荒凉 河流弯源曲折 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观光体验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 布尔金喀纳斯机场 它是前往喀纳斯景区 和北疆其他旅游地的一个中转站 那下一站呢 我们将要前往出发到河目风景区 那在这一段行程当中呢 我们选择房车出游 房车车队在铁咖段S232公路上行驶 沿着盘山公路 草原 树林 牛羊成群 处处是风景 短暂停歇时 游客还可以吃吃水果 拍照打卡 十分惬意 暑期以来 我们新疆房车游的预定同比 增长超过了80% 主要是以亲自房车游为 还有不少游客 更加青睐兼具行程自由 和司机管家服务的包车出行方式 增长超过了10倍 抵达河目景区 需要乘坐景区大巴和公交 才能进入村子 小村森林环报 尖顶木屋均匀地散落在山谷 开满鲜花的民宿里 哈萨克族民歌 正热情欢迎远方的客人 好好听 欢迎大家来 在我们当地的民族的习惯里面 有肉 有水果 有菜 最值得一提的是肉 这道肉是叫什么名字 就叫风干肉 直接就这样吃吗 第一半我们是用手抓 手抓 直接往这里送 这样 非常香 好香 告别了热情的民宿老板 我们选择自驾到喀纳斯景区 喀纳斯湖平静如静 犹如一块翡翠 镶嵌在山谷之间 湖水向下游河谷蜿蜒流淌 是从机场开到了喀纳斯 我觉得喀纳斯很漂亮啊 果然是人间仙境 今年我的阿勒泰的热爆 也让剧中取景地成为新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这场编程与热剧双向奔赴的文旅盛宴 正给当地旅游发展 带来新的增长契机 从白哈巴村的清晨中醒来 城屋环绕着整个村落 白哈巴村是电视剧 我的阿勒泰的拍摄地之一 像项目场孤独的树 都是在这里取景 电视剧的热播让越来越多的游客 都向往新疆广阔的大草原 我是看到那个马亦丽眼的 我的阿勒泰特别向往 所以专门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阿勒泰地区文体广旅局数据显示 今年7月当地接待游客536.35万人次 同比增长23.24% 实现旅游收入48.41亿元 同比增长16.57% 都向往新疆地